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日 已經是星期五 過兩天就是六四 我們 到時也會出席這個在倫敦的六四集會 這次倫敦有很多個地方都有集會的 不只是在 大使館門口 這次 主辦的 好像在唐寧街10號先搞集會 跟著才會去大使館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最近 Elon Musk訪問中國 有兩天訪問 他坐他的私人飛機 可以說是一個 旋風式的訪問 受到中共很高規格的接待 在5月30日 他坐私人飛機抵達北京 這是他三年來首次訪問中國 這次他的行程 亦受到很大的關注 路透社報導 馬斯克 會見了中國的外交部長秦剛 商務部和工業部的部長 他到了北京之後被稱為馬大哥 因為他是世界首富物曾經 現在當然不是 社交媒體 用戶就稱為全球偶像 微博的網友熱切 為馬斯克推薦參觀北京的地方和美食 Insider報導 一個網民 熱門的民意調查 列出了13000多項食物的選擇 包括北京田鴨 糖葫蘆 北京小食豆汁 就是鄧炳強吃的那種 路透社報導 Elon Musk在30日晚上 跟寧德時代 這個老闆 董事長曾毓群 曾經做過香港首富的 他們在北京一個 很高級的會所 叫做 華府會 在吃飯 據說當時的晚宴有16道菜 微博網友對於這個菜單賺不絕口 貼出 顯示菜單上印有Tesla標誌 以及兩匹黑馬 附有中文叫做一馬當仙 兩匹黑馬怎麼叫做一馬當仙呢 不是五匹馬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五匹馬就予以 五馬分屍 當然是不老例的 所以有兩匹黑馬 可以 在中國揭起這個 社交媒體風暴 以至國內Twitter的活躍相比 這次Elon Musk 其實是 一反常態 為什麼呢 因為 從來他沒有試過那麼低調 因為他每天都要發很多Twitter 好像特朗普當時每天都要發Twitter 這次竟然 他沒有發任何公開聲明 Twitter也好像沒甚麼更新 這個 是大家都覺得很奇異所思的 這傢伙一直都不收蝙蝠的 這次穿得整個隱仰 當然對於中共 他當然是 阿如鳳城啦 因為他手上有一間最大的廠就是上海 上海那間Tesla廠 是上海市政府撥50億 借錢給他起的 即是說 低息貸款 借賣錢 給他起的 地 還給他 不收錢 目的就是要Tesla開檔 這次他雖然 成為中國的媒體焦點 但是Twitter上面的Milliamask 是一改平時高調作風 基本上 沒有在自己Twitter上update 任何跟中國行情有關的內容 大家想想想 中共的工業部 只是說 Elon Musk和他負責人 電動車 聯網汽車等等發表了意見 商務部說負責人 和Elon Musk討論了Tesla在中國的發展 好了 我們看看宴會的請柬 菜單 真的印了兩隻馬 兩隻馬是對稱的 對碰 一馬當先 不倫不類 因為根本就有兩隻馬 你怎麼叫一馬當先 根本就在 兩隻馬頂著 我們這次想跟大家說 中共最近不斷邀請很多外國的商界領袖去訪問大陸 目的 是不是真的想搞好生意呢 他想 告訴大家 萬邦來朝 你猜你那些人 那些事會的商人 每個人都來 乖乖地過來 我們要他做甚麼就做甚麼 當然 除了Elon Musk之外 然後摩根大通的CEO戴蒙 就會去見中共的官員 不單止中共政治局成員 最近還跟星巴克公司 以及英之而和陽行的高層 舉行了會議 據說 有知情人士跟彭博社說 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 這個月也會訪問中國 對此 中共對國家安全問題強調 引發了全世界 包括海外的 大公司 對於他們公司的間諜指控和安全審查 其實是很害怕的 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也讓投資者保持警惕 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者 大跌 第一季投資者已經撤出了300億美金 MSCI 明成中國指數 比2021年的封值跌了五成以上 外國持有中國債券在3月份 是有少少升 但是4月份再次下跌 中共 在重要領域拉攏知名人士 似乎想扭轉這個劣勢 因為 中國政府只是試圖在 國家安全和發展之間走到平衡 這個基本上其實是不可能的 中國政府是試圖 問題 這件事 根本 不會發生 也不可能發生 為什麼呢 習近平 基本上已經向外界說了 經濟發展 如果是發展得好 固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發展不了上去 其實也沒有大不了 是不是 他們覺得北韓也不錯 像北韓一樣 這次 純粹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要Elon Musk來做一個招牌 你跟外商來投資吧 問題就是 Elon Musk這次是不是真的去 擦中共鞋子呢 我覺得在中共面前 中共想你說的話 整個好像劇本一樣 交給他照稿讀 但是有個問題 大家要記得 就是Elon Musk 我覺得他也是 似乎這次 似乎踩線多一點 因為一改他的作風 因為大家知道江山而改 本性難移 一個人的作風 到了中國發生那麼大的改變 實際上 他知道這個地方 是不能夠說錯話 因為分中有殺身之禍 共產黨是一群匪徒來的 既然我是你的座上筆 不要緊 我就儘管來看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 生意佬 去過中國之後 一感覺到 整個行程 究竟人們在說甚麼 原來 所有人跟他們會面 如果不是跟他們說生意 說開放 說我們要開放 那樣要改革 那樣要做生意 那樣要促進什麼發展 這樣就很嚴重了 іти不記得上一次 上一次也有美國的高管 去到北京 他說完全變全 看到以前上海 플�ione 商務部 上海 플�ione 局面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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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官員 說一下Elon Musk 他首先 會見了秦江 在5月30日的時候 他 根據官媒說 官媒說他反對 美國和中國脫勾 當然一定要這樣說 難道贊成脫勾的 你也不能回到美國 然後 他誤會了商務部部長黃文韜 以及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藏龍 受到中共的很高規格 一個是商人 一個是生意佬 在31日 看見黃文韜的時候 新華社就這樣報導 黃文韜稱中美經濟深度融合 雙方應在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原則指引下 加強經貿對話和合作 Elon Musk讚揚中國發展的活力和潛力 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 繼續願意深化 互利合作 會見金藏龍同一日 雙方就中美新能源汽車 和智能網 智能網汽車發展 交換意見 當日就跟 寧德時代成話 Texler沒有回應 路透社的致評請求 Elon Musk本人也沒有向媒體透露具體的談話內容 因為目前外界 對於他和中國官員的談話或內容 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公佈 路透社說 Elon Musk這個星期的中國行 備受中國網友關注 每個都稱他為先驅 馬哥 馬大哥 全球偶像等等 他說 Elon Musk真的是厲害了 如果中國有好像Elon Musk那樣的人就好了 我可以負責人告訴大家 中國有 一定有很多Elon Musk的人 不過通常在監獄裏面 或者 從小時候已經被殺死了 可能 在活摘器官的路上 又或者 在醫院被人活摘器官 我今天早上 其實就放了一段影片 訪問一個內地的學者 他很清楚告訴大家 中國 是不可能 是有創新 也不可能 會有甚麼東西發明出來 很清楚 大家記得聽一下 這個學者說話 九點鐘 我已經把這段影片放上去 大家儘管聽一下 除了會見中國官員 Elon Musk 星期三晚 還訪問了Tesla在上海的電動車工廠 受到 當地幾百個員工的歡迎 當然啦 他是作為老闆 而且他對員工也很好 福利也不錯 入得Tesla廠 每個人人工高福利也好 這次 他是 自創的廠 當時2020年參觀上海 Tesla工廠之後 第二次再訪問 這間工廠是19年興建的 他可以外旗下最高生產力的汽車製造廠 今年4月9日Tesla宣布 將會在上海開設儲能工廠 這是在上海的第二座 Tesla 未來是中國的前景 大陸其中一個華東師範大學企業管理系的副教授陳文遜 向德國媒體指出 Tesla 在美國 和德國的生產規模 已經比中國小了 提升生產規模的速度 亦比上海的工廠慢 Tesla今年 在中國的交車目標 達到100萬家 而中國製造的Tesla售價比美國製造的便宜很多 不過 Tesla目前面臨很多問題 包括中國市場的需求疲弱 中國汽車製造商不斷競爭 經常有人去捉他背脊 而且官方也組織一大群人 每天去攻擊Tesla 攻擊Tesla 說他怎樣爆炸 然後向他進行索償 民事索償 官司等等 這位 副教授就說 中國目前整體汽車市場 正在走 正在走 下跌的整個trend 新能源汽車的銷售表現 還是不錯 不過中國的第六代國家環保標準將在7月1日上台 隨著環保標準提高 中國的汽油車市場 就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外界仍然看到電腦車市場 就是這樣說 好 這個 學者也說 這次中國政府特意邀請他 很明顯向外界邀請 中國歡迎外資的訊號 也希望大家快點來投資 不過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次的Elon Musk到了中國 反過來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踩線 因為 他不敢在中國上網 不敢發表任何的言論 因為他竟然說錯話 看到的 他只會 回到 跟他的 戰略伙伴 跟他們身邊的人說 究竟這個地方還可不可以繼續 投資 因為 很多 外資人 尤其是 懂得看眉頭 硬顏那個 herd 到了中國一看 就知道這地方 可不可以生存 到底還是可以適合做生意的地方 官員我還要說政治 要學習習近平思想 苦惡啦 怎麼做生意 我們認為 這次他真的要去採線 接下來 會不會反中共枱 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的事情被掩住 不過 他一定會 跟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跟美國的政府 說出 這次中國有甚麼特別 接下來其實是陸陸續續有的了 例如 接下來的大蒙 也有很多美國的 投行巨棋 其實已經向 美國的行家說了 這個地方真的不能去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Elon Musk 那麼低調的原因 是真的 我覺得他也看到這個問題的所在 好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我不看好Elon Musk之後的後續 甚至乎 他看完之後 在中國的發展 說原來是這樣的 有沒有辦法脫身呢 可能他正在想的 是這個 那麼大間廠 實在想不到的 不過也不是他拿錢 上海市政府出錢 人家出錢 你只是在這裏助響其成 其實是吃虧就沒甚麼了 可不可以拔走呢 我想也不行 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看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 我是先接近來的 最愛的 João 還有一邊 在靠山這個 和